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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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佩萨大家好 大家请翻开 我们的课本是在 如果是传要的话 是在卷20的405页 如果是在初朝的话 是卷19的第13页 我们这个整个经文 整个分为续分 浅分跟缩分 我们现在已经到浅分的部分 浅分的部分 这个前分最主要是从师诸菩萨做事念 做事思维 这个是在会场里面的这些菩萨 就是举人标念 标念就是思维 这样想 想什么 就是他希望 那后面就是想 希望佛替他开示 开示什么 这边所说的50句 这50句 我们前面 我们上堂课最早的就是要介绍 这50句到底是什么 这50句里面实际上的问题 只有40句 那因为其中的这个谁的 10句 是那个如 这边所说的 如十方 一切世界诸佛世尊 就是在书超的 见十九的第十五页 如果是我们的那个传要 就是在这个谁的 406页 所以这中间 如十方世界诸佛世尊 为成就一切菩萨故 这个是 这个是十个 这十个最早的是 这边所说的引力请问 就是他引出这个其他十方诸佛国 他们的佛都会替他们菩萨讲课 讲解这些 其中的这些诗相的内容 这个不是 按照来讲 从文句上不是属于问的形式 但是按照来讲也是属于问的一项 他虽然不算是问的形式 但还是包含在这个问的 问的这个谁的内容里面 那后面的这个真正的问 就是后面带出了这个谁的 诸菩萨实住 实行实回向 还有这个实障 这是真正的问题 前面的这个实相 这是佛刹 还有佛住 还有佛刹长眼佛法性佛刹清净 这个十个 所以因为这个都是属于 这个佛的佛位的 所问的内容 那我们这个是 说这个菩萨实住实行实回向 这个最重要的是 这个最重要的是佛刹地的 因为的内容 所问的内容 那后面最重要的 也在问这个谁的 如来地 如来境界 这都是属于这 这边有二十项 这二十项 最重要的是佛地 属于佛地上的内容 所以总共有三十句是 果地的内容 还有这个谁的 十句是 这个菩萨修学阴慰的内容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 初十句是 本身来讲 就是整个就是 提出问题 希望佛能够说 说这个佛的这个 佛果的内容 佛果上的这关于的 这些实相的内容 好 那后三十句 这个引力请问的部分来讲 因为他这个是把这个这样子来分 因为他把这个后面的 其实他的分 有些的分是讲那个 前面的十句是没有问题 是从如十方 一切诸佛世界 一切世界诸尊为成就 这个道理是属于 那个 他是把全部把它分 我们书朝 把全部把它归类到引力请问 有些只是 有些把它分 把它分类成 这个字 引出这个谁的 其章佛果 诸佛菩萨为他菩萨 说一些佛修学上的一个 上的一个 修学内容 那后面是属于也是 当场的会场里面的 诸菩萨众所问的 这边的三十项 所以这个是有两种书名 有两种分类法 那我们先 那个 关于这个五十句 到底跟前面的这个 谁的 这个如来现象评 第二评 提出的菩萨 提出的这个四十份 有什么相关 其中的问题有没有 有没有相关联性 有没有相似性 其实有 我们成文法师有做一个对比 会通 那大家 成文法师所说的是大同小异 好 所以在这个 还原基础上 卷十九的第十三页 是大同小异 好 那 那他这边 我们 大家有兴趣去看好了 因为这个 到底这个 五十句跟前面第一会的 那个 如来现象评 到底有什么 怎么样子会通 它的相同不相同 那 那 这个 好 其中的就是讲 大家自己去看好了 因为 这个 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其实有 是大同小异 那我们这个 那我们这个 前会 此 此会是别写信所依 因为我们 我们第二会最早的是 我们第二会的大标 是修音去果生解分 这生解分最早的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一会 第二会的第二会的 第二会的这个谁的 那个 普光明殿 最早的是属于 以信为主 他最早的是说实信法门 所以是讲别写信所依 所以信要依 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 最重要的是信 修学上最重要的 这个以信为主 好 那 那我们这个讲到 这个后面的 好 大家这玩意就是讲信 信所成 那个 若未 这个 这个 在我们的书超的卷 十九的十四月 这个在 尔坡是我们的 传要的四百零五月 的 那个 就是 在中间 十诸菩萨 大柱是思维的这个 旁边的那个小 那圆圈 的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五 五的 道 就是王上属 的那个 一二三四 第四 王上属第四句 都唯曰义 就是从 义就是从道理来说 初始句是问佛德 应居无方大用 这是 因为我们这讲 为什么要讲佛刹 还有这个谁的佛柱 佛刹庄严佛法 好 这边讲 好 这边讲 好 这个 这个 最小的 这是 那个 只有十句 但是 两句为一主 总共有五主 所以是讲 从道理来讲 最小的是讲 这个 好 那个 初始句最小的是 就 所观于佛德 应居无方大用 便因所依果 这个是讲到佛 因为我们 为什么要修学 最主要的意义还是 佛的成就 成果 佛的成果就是佛的 所谓的功德 所以为什么讲佛德 它最主要的是讲佛的 果位的成就 好 那个 次时句就是菩萨的音味 菩萨行为 次时句就是 如十方 这个 成就一切菩萨故 这个部分 或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那个 或是我们 或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因为他 这个 诸菩萨 十住十行 十回 向十丈 十地十愿 十定十通十点 还有十人 所以这个 按照来讲是属于菩萨的行为 其 其果所成因 就是我们 我们因为知道佛的功德 佛果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你已经证到佛果 那佛果 所呈现的相关的内容是什么 那就讲到佛果已经 你已经知道了是什么 那要成就这佛果必须要因 那因是什么 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个按照来讲 就是要修学十住 十行十回向 一直到十定 还有加上十人 所以讲 问菩萨的行为 所以佛所成因 那后 后二十句 最假的是讲这个 后二十句最假的是讲 如来定 如来见见 如来神律 所以他最假的也是讲佛果的圣德 那后面 那个最后的十句 最假的如来演 就是讲如来的六根 还有如来辩才 还有如来智慧 还有如来罪圣 还有如来罪圣 加上一个佛光明 好 就是讲佛果的圣德 好 就讲也是因所 选一所成果 事则以佛为缘而起因 就是 因为你知道 你相信佛果 所以 因为 有真正修学可以成就佛果 以这样的佛果为缘为希望 所以你就开始 所以你就开始 开始进行 就是上 就像这个 发佛果的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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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然后你就信有佛道可成 那你这个是讲到谁的 那你佛既然有佛道可成 就要有修学的因 所以为什么讲到这 威勇而起因 那后面就是这个 这个菩萨的修学的这些阶位 如果能够修学成就的话 就是以此此因而成一果 就是以此分之大义 所以这个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也是象征 我们这个 这一分最主要的是 讲到谁的 修音弃果生结分 他本身真正的佛的 说这一分的用意就是 这个 从这个 因为你 因为 因为我们虽然还没成就佛果 至少我们佛果是什么 在大项目 佛的功德是什么 在大项目你一定要知道 不然你修到哪边都不晓得 所以这个是讲到谁的 是讲那个 是辩因所依果 所以为什么有些是讲辩因所依果 有些是讲显因所成果 因为有一些是因所依果 因所依果就是讲到佛利 佛神通 还有这个 佛来境界 佛来神力 佛来所依 对之讲 因所成果 还有佛的这个 佛来的六根 佛来的六根 是讲佛来的报神 好 就是讲那个佛来的 焉耳鼻舌声音 都是讲佛来的报 正报 佛来意 还有佛来变才 都是属于正报 还有佛来智慧 佛来罪色 还有佛光灭 都属于 都是 这都是象征佛的正报 佛的正报 佛的正报用六根 还有佛来的变才 佛来智慧 来介绍 好 所以他这个讲到 所以他讲 此事 是此分之大意 所以 顾论云 论云的部分来讲 比较属于我们这个 这个论最小的还是讲这个 成为思论 因为成为思论 它的修学因 最小的是指 如果说你的 你在 你在这个谁的 知良位 能够闻 都闻讯息 都闻正法 讯息正法 这个时候 这些的佛法 都是从这个谁的 清晰法是当流送 流出来的 这样流出来之后 我们听闻进去 入到我们的第八世 所以我们成为无肉法的种子 这样子我们慢慢的 就会慢慢的 辅助我们的这个无肉的种子 所以无不还政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越来越亲近我们的 阿赖是里面的 染污的种子 所以它越来越少 所以慢慢的 让我们的这个谁的 清静的这个 无肉种显现 这个叫无不还政 此法身 到最后 你慢慢的清静之后 你的这个 根本质起来 你的这个 真如佛性起来 显现起来 所以为什么讲 无不还政此法身 其义也 其义也 这句话完全是 成为 《诗论》里面所说的 这个都文熏喜 为什么都文熏喜是 属于这个出世法 它是属于出世法种 那个 也是属于出世音 金取文义鞠变 属变 所以这个 在文跟义来讲 都含涉文熏喜 因为整个文熏喜 占有非常大的 一个很重要的成分 因为你如果没有文熏喜 你不晓得修学怎么走 它次第怎么走 那我们讲到谁的 所提的五十问的整个问题的整体的内容 那后面是讲乐视尊贱民 那我们这个再把它解释一下 所以乐视尊贱民等愿随我乐开示佛祝 这个是第一项 第一个分类的十句 就是讲到这只有一问 初十句 这个初十句 这个十句到底是什么 问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它最主要的是医报跟正报 互相见差而问 为什么要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产权堂课 就是这种见差而问不是经的 不是经的问题 确实是有它很重要的意识 所以它正报硬化必依差故 那我们这十句 大家反念一下好了 在我们的这个 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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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月跟15月 如果是传要的话 就是在406月 就是整个五句 整个五句 总共有十项 五句的这个 第一个是属于差类 差类是讲那个 佛差跟佛助 差类 按照一的话是讲 这个佛差 因为如果你讲一的话 因为这边所分 这个十句最主要是分 一报跟正报 如果是一的话 是讲第一项的佛差 第三项的佛差专业 还有第五项的佛差清净 第七项的佛差体现 第九项的佛差成就 所以讲差类 庄严 清净 体现成就 那上五句是前二海固 这个就是大家 这个上五句前二海 最主要是要跟 如来现象品那边来对照 我们这个就先审掉好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再去比较好了 因为这个要对比又想 又要解释 那个佛助等五句 正报是属于佛第二项 就是佛助是讲 那个正报实学 二四六八十 都是属于正报 所以他的这个就是一组是 一报正报 一报正报 这个这样子有五组 那到底是说什么样内容 就是在406页的这个 就是讲那个正报 因为我们在正报的部分来讲 是讲正报大佑 那如果是一报的话 就是讲那个 比较属于应居的部分 所以 因为正报最主要是讲佛助 佛法性 佛法性是我们的真路 真路是属于自信身 自信身是谁也是属于一报 那佛刺所属于应居 因为佛刺对最假如是讲那个 按照是讲那个 为什么佛那么多的刺土 最假如是显现的是 整个十方 随着十方的这些众生 而应现的意思 所以他第一组是佛生片王 所以为什么讲到佛刺 所以为什么讲到佛刺 所以佛生片王 刺 佛心常住大悲 所以为什么讲佛住 因为佛住最主要是讲佛 佛住在这个大悲 就讲那个 这个慈悲喜舍的悲无量 因为常住大悲 去画这些的诸诈 诸诈 诸国土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 讲到佛刺佛住 那第二组最主要是讲那个 佛刺庄严跟佛法性 第二组是讲 第二组是讲 所具功德 其所正法性 因为佛刺庄严 最假如的是 因为这个 佛刺庄严 最假如的象征 这个净土 净土才会显现庄严 所以 这个这样来讲 就讲到这个庄严 最假如是讲这个 所具功德 因为佛所正的 所谓的净土 非常庄严 所以表示 它里面的这些 有非常好的 所谓的美妙的 宫殿这些等等 所以是讲所具功德 还有所正法性 所正法性是佛法性 因为它正 它就讲正如佛性的部分 那第三个是随居说法 随居说法是这个 佛刺庄严 还有佛所说法 就是讲随居说法 佛刺庄严就是讲 讲这个净土 西方净土 就是象征这个 就是让你能够感受 让你能够感受 对照我们这些的惠土 你还知道 原来还有一个清净的净土 可以去往生 所以为什么讲随居说法 这个说法是讲佛所说法 第四个是作用卫光 第四个是作用卫光 作用卫光是讲那个 这个佛 佛 佛刺体 佛刺体系 还有佛 佛威德 佛威德 是佛的 那个 他这边讲 救用 救用是佛刺体系 还有 那个 威光是讲佛威德 因为佛的这个光 按照来讲 神光 可以讲这个光 象征这个光明力 功德力 第五个是佛刺成就 跟佛大 菩提 所以讲修行德政 还有现成菩提 修行德政是佛刺成就 因为讲 比如说 譬如这那佛的这个法障世界 他已经现出这个法障世界 所以讲佛刺成就 就是所谓修行德政 那个 这讲的佛刺体系 最主要的 按照来讲的是讲 佛刺有 清净的净土 有 染污的晦土 用这样来说法的话 清净的晦土 是佛所政 清净的净土是佛所政 清净的晦土是佛所化 所以为什么讲佛 咒用微光 好 那这五句 这个跟 因为他最主要是讲佛果 跟那个死海有什么关系 按照来讲的话 这个 那个第一个是讲那个第一组是佛 佛注佛刺 佛刺 佛刺跟佛注最主要是讲这个佛海 这个佛刺庄严跟佛法性 因为讲所政法性 因为他就讲到这个解脱海 他的那个随居说法是讲那个 佛刺清净跟佛所法 说法是演说海 这应该比较没有问题 那这个讲到谁的 第五组 所以讲的是讲那个佛刺体性跟佛微德 他就讲到变化海 这个讲到佛刺体性跟佛微德 因为他讲的作用微光 所以讲那个是佛的这个净土是佛所政 会头是佛所化 所以讲为什么讲变化海 那另外讲那个佛刺成就跟佛大菩提 他涉及到明浩海跟寿量海跟波罗蜜海 那众生海是但是所化 故越不举 那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去比对一下 就是如果有兴趣可以比对 那个 那第二个 那后面剪接着下来就是这个引力请问的部分 如十方一切是尊诸佛是尊 为成就一切菩萨故 这有十项 这蛮重要的 这是尊诸佛是尊诸佛 就是菩萨要做什么样的功课 就是讲那个 为成就一切菩萨故 一切菩萨故 这个标是比说义名其有 名其有悲 比说义的部分来讲是讲那个 为他们的菩萨说法 所以因为有这个佛有悲心才会说法 那次后三十句 局比所说显其有志 后三十句 就是从这个 从这个 十住十行时回向 这三十句 因为十行时同有十句 还有这个佛境界 对不对有十句 还有这个佛如来生 如来这个 焉耳鼻舌生 那别就是十句所以就三十句 所以 取这个 所说的内容 所以这是讲这个 显这个所谓的 佛有志 所以有 这个讲到佛有悲有志 那末后一句 接以差正情 接以差正情就是讲到 谁的这个 这个 宴佛是尊意为我书 这个最绝 就是在这个 如果是纏要的话 就是在这个408的第二号 如果是这个 苏超卷十九的话 就在这个 在这个卷十九的二十五页 愿佛世尊意为我说 是节请 就是做一个小节 请佛为他们说这个 按照来讲是五十句 按照也是五十个问题 选出比较选出的 从文字选出的问题有四十句 这个最假的是讲 选出佛有悲有志 那我们先讲佛有悲 这个初句 这种 令诸菩萨行愿成就 是希望这个菩萨能够成就这些的 实相的内容 因为这个实相菩萨一定要成就 非成就不可 会成就一切菩萨故 因为我们也要修学成就菩萨 佛陀说法也要为了替他们讲到谁的 佛陀说法最主要也是成就制造我们这些菩萨的这个 我们所说的修学者 第二个是令如来种性不断故 就是如来种性就是未来成就佛陀的果位 就是如来种性 不会断灭掉 因为我们如果佛法断灭的话 断掉的话 我们这个谁真的世间是一直轮回不已 因为没有人来修法 就救赴一切众生故 所以佛陀为什么要修法 最小的也是救赴我们这些众生 令诸众生永离一切烦恼故 我们这个菩萨 我们菩萨也要做到 然后这个讲了知一切诸行故 也要做一切诸法故 尽除一切杂乱故 永断一切以往故 拔除一切希望故 灭坏一切爱卓处 那我们这个 这个正显问端 那我们这个讲 这十句 在分类上来讲 它是初句为种 后面是依久句为别 所以讲种别 总是定 这个讲成就一切 一切菩萨故 这个讲佛说法 是这个成就 让我们的菩萨的悲愿 还有菩萨的行愿 都能够成就 所以它是种句 所以它让我们这些菩萨的 这个行愿 行愿最重要的是讲修学 因为它讲那个 因为有些 一个是悲心 悲比较属于度化 心最重要的 有时候是讲比较属于自修 所以它的行愿比较属于自修 所以以酒为别 那以酒就是后九句 第一个后九句是讲令如来 种姓不断固 这个种姓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按照讲佛种就是能够成就佛陀的种子 它叫佛种 是上句佛种 上句就是菩萨能够继承佛的 佛会的意思 那第二个 为什么说到这个谁的 为什么紧接着第三句是救护一切众生 最重要的是讲这个 云和继承 所以菩萨怎么能够继承佛位 佛果位 菩萨如何来 本身具有佛的种姓 所以是讲救护众生 以救众生故 为什么比较属于立堂 因为菩萨的修学 如果只为了自立的话 有点像走入身为身一样 完全为了自立 所以他 这个自立就比较倾向于这个谁的 自求这个善界的身世 或是只有 孤导菩萨的这个 因为菩萨的修学有 真上 自行跟真上悲行 是有这个自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 自真上的修学菩萨 有这个悲真上的菩萨 自真上的菩萨 比较没有悲 悲真上 也不能这么讲 安照也是讲 他属于偏圣 他偏圣于智 偏圣于智 真的比较容易走得上 这个自解脱 所以为什么比较强烈 救度众生 你能够救度众生 表示你自己 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烦恼 所以以救众生故 怎么救众生 所以他这个第四项 就是让我们这些众生 能够离开这些烦恼 所以为什么想令驴祸故 所以这个最好记下 因为这是一种很恒的一个赤定 所以讲 那个 有一个救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上居佛种 为什么那么强烈 菩萨 菩萨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所以按照我讲的话 这个讲为什么菩萨 菩萨比较走重在 这个讲菩提煞豆 煞豆比较属于下化众生 是以救众生 因为他跟圣文圣的区别就是 圣文圣比较没有办法利益众生 那菩萨比较能够利益众生 怎么救 就是离开烦恼 云河救就是 云河救跟如何救 云河救是 云河它比较属于 坚定一个原则 先扎一个大象 如何救比较属于方法 因为如何比较属于 那个属于方法的部分 知笔根形 知笔根形最重要的是 知我们众生的根性 它是什么样根性 就是它的兴趣爱好品性 这些是为根性 因为根就是讲它的根性 还有兴趣爱好 预乐 身为圣海是菩萨种 种性 预河救 那用什么方法来救 就是收法药 替它收法 这些还是很不容易 这个讲 那个 是一个 义河救 收法药 收法药就是你要真的是 你真的要骗血一切法 才能够真的能够说法 不然的话 真的很难 因为众生的问题 实在是蛮多的 它是讲收法药 收法之后 成什么样的利益 是成何益 那个 具备什么样 你收法之后 它吸收之后 会有什么利益 所以讲除极地蓝 所以极地蓝的讲除 我们因为极地属于烦恼 烦恼 极是讲因 你能够除掉一些烦恼 所以这个蓝就是讲烦恼 绝道定义 绝道定义就是你能够判断 绝就决定 抉择我们修学的一些的修学的问题 以及疑惑 今天你要怎么修 你去问别人说 我到底要修什么 要看什么样经历 真的真的是你要自己去 因为这个真的有时候很难 我们这些 是很难别人来 来 来觉得你到底要修什么 其实这是你要 你要一直去思维 你自己的兴趣 你自己的爱好 还有你自己祥愿 所以你之后 你在听法之后 因为它放在这个收法药之后 所以你听到 你听我很多的文师修的一些 佛首说的法 你开始思维 我应该要什么法跟我相应 所以为什么讲绝道第一 然后面是讲拔苦希望 拔苦希望就是 我能够拔掉世界的烦恼 这个讲 希望最假的是讲到那个 我们看一下 因为拔苦希望最假的 因为有些是讲那个 我们对这个拔 那个 拔就是拔除 我们三界的这个苦一手果的这种 这种种期待 有这个 因为希望是属于一心所 有一份爱戴 有一份期待 让法国希望 或是有一些是 有些讲那个 顿著希望 有些是讲这个希望是我们对 我们对这个欲界的六成欲 有种种爱好的那种希望 所以他有两种 一个是 一个是拔除我们对三界的这个苦 一手的来生的这个苦 来三界的这生苦的这些去带 有些是 有些是随于我们这个讲的拔除对我们三界 因为我们众生 对这个 欲界的这个六欲非常有这些希望 能够拔掉它 因为我们很多的苦来自于对欲界的六成的欲的希望 因为带来了苦 第四个是正面爱处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讲那个希望有这两种 所以从第四句也是正面爱处 所以你那个正面就是正什么 就是这个灭爱 因为它是讲正面灭地 这个灭地你能够正面地之后 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放舍这个谁的 这个我们贪拙 叫灭爱处 这个在书里面 这个书里面 在那个十六页 鉴十九的十六 如果是在书船药的话 船药在四百零六页 这段全部都有印 这个幽诚菩萨行 具卑自也 这个 在产药的四零六页的倒数一段 是书十俱中出去走 是令诸菩萨行愿成就 这段的第三行又成菩萨行 因为这个讲最佳的十方诸国 十方世界的佛 我们诸佛都为他的自觉的菩萨说法 怎么样成就 怎么样使他们的菩萨都能够成就 那菩萨要怎么成就 就一定要具菩萨行 菩萨行要具备什么 就是要具备悲跟智 没有出法 就是最主要的菩萨行 菩萨要做什么样的功课 叫做菩萨行 就是要悲行跟智行 悲行就是度法众生 智行就是修学 这个谁的 佛地的功课 佛要有三十二相八十虽心 还有四五爱 百八三昧 还有十八空 这些的功课 这全部都在智 所以具此悲智 到底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修学这些 为什么要成就这些 这个大悲大慈 为什么要成就佛的试制 到底要做什么 就是何所为也 所以讲具此悲智 何所为也 是讲第一个 就是令佛种不断 所以令他自己的这个谁的 他可以令自己的 因为佛种是我们 我们第八试里面 具备有佛的 佛地上的无漏的种子 让他慢慢的 经过这些修学之后 让我们佛地的无漏的种子 慢慢的 让他有孕缘成熟 这叫佛种不断 那菩萨之如果 悲心度化众生的话 他也能让我们这些众生的佛种 慢慢让我们众生的佛性 不是我们的真如 慢慢的有因缘显现出来 所以为什么讲佛种不断 这个佛种不断 有何相也 你怎么知道 你具备这个谁的佛种不断 你怎么知道你佛种 具备这个佛种 所以讲 为成三德 为成三德就是讲救护众生 就是你救护众生就是卑德 成就恩德 恩德是讲卑德 佛恩是讲卑 因为佛有卑德 就是叫恩德 佛是 他有这个断德跟智德 永断烦恼是断德 了知诸行 成于智德 因为了知诸行就是佛能够具备一些 我们所说的所有的一些万幸 所以他有智德 他了解众生的这些的心性 所以讲智德 诸行友善 这个是从佛的这个 佛 因为他最讲的是 这个 因为 句子悲之最讲的是佛具有这个备跟智 你怎么知道佛具有这个所谓的备跟智 不是说你怎么知道你 你的佛的无肉的种子慢慢的熏悉 慢慢的成长 所谓不断 就是你慢慢会成就这个所谓的恩德 断德跟智德 那后面最主要的问 诸行友善 这个 医者是心形 因为讲了知诸行的这个诸行 因为佛所了知诸行的这诸行到底是什么 能够成就这个智德的这个诸行是什么 第一个是自己的心形 这个心形之后 所形形 还有这个所了形 我们看看我们成观法是怎么说明 怎么解释 为一切行无常无相之所谓 他这个讲 他这个介绍最主要的是那个介绍是所了了 心形是菩萨的心 这讲菩萨的诗字的部分 属于心形 那所形形就是菩萨的这个诗字 在比如说菩萨的诗字 我们的这个佛的这个大圆镜字 他所现的这个十方的这些 插图的这些境界 这个平等性字就是他能够现出这个谁的 众生的这个 这个 平等 还有这个妙观察字 妙观察字最主要是佛在说法上能够观察 我们这些众生的根器心形 嗜好爱好 他说什么法 是妙观察字 这个所谓成所作字最主要的是 这个所谓的他能够看这些众生因缘变法 什么样的相貌 成所作字 所以这是讲所形形 所谓成就是讲到谁的 他这个他献了这些像 佛所献的这些像 让我们修学者能够了解 了无导这一切形无常无相 因为佛献像佛说法 佛为什么要献出这些像 是让我们众生能够体悟 所以这个体悟什么 最主要的能够体悟一切无 一切法无 一切形无常 一切法无常 还有无相 因为第一个是比较属于 一切法无常 不是一切形无常 因为一切法无常最主要是讲身文圣的部分 因为身文圣比较属于无常骨供我 从无常下手 因为你如果不从无常下手的话 我们众生所看到的静觉都是认为它是存在永恒 那祂如何来脱离这三界 所以祂佛所现的这些镜像 让你了解一切 一切 世间的一切全部都是无常换坏的 全是都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我们所说的像幻一样 非常非常的我们所说的 一下就所谓的消失了 就像无常 这样子能够去向解脱 无相比较属于二圣的部分 因为如果菩萨能够了解一切镜像无相 这个时候才能够慢慢的 弃入这个所谓的般若 无所得 般若的这个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真如无相实相 能够了解一切法的实相 就是讲这个佛所现的这些印象 能够让我们众生能够了解什么 所以讲所了 所了性 这讲到谁的 这个讲 佛种不断有和相也 就成就这个善德 所以这个善德 这讲是救父众生一切 这三句 那后面的是怎么样救父 第一个就是讲那个 因为为了救父众生成些恩德 那怎么救父 所以他才会讲到 眼说一切诸法物 那第二句 讲这个所谓的 永断烦恼成一断德 那怎么样则成为断德 怎么样永断烦恼 是讲静诸杂乱 静诸杂乱还永断烦恼 那永断烦恼的部分来讲 就是连这个烦恼的种子跟现形 就全部有双网 就是不让它现形 全部少尽 解除 所以除诸杂乱 除诸杂乱未为现祸 而且永断烦恼 就比较强调烦恼种子跟现形 不再起来 就属于双 就双 就两者就消失 属于永断 如果是除诸杂乱 杂乱比较属于现祸 现祸最主要的是现形出来的 它不是属于种子 因为静诸杂乱比较属于 它为什么就是意思就是说 它为什么要把 要讲静诸杂乱永断烦恼 因为杂乱比较属于现形祸 因为杂乱比较属于 我们众生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它属于现形 这个永断烦恼的 烦恼的部分来讲 就是寒色种子 约合成自得 就是这个了知诸行 你了知诸行的话 你才能够断掉这些的 与我 修学上的与我 那知诸行的话 那知诸行的话 所以这是讲为什么 这个永断已晚之后 会讲 所以他这个讲到那个 他的志 因为前面最假的 是讲那个 旧父跟永断把它合在一起 这个志 了知诸行成一志的 再把它 因为它比较多 把它这个 把单独立一句 把单独出来 所以讲成就如何成智 这次运何成智的 是永断以往 那自得成就了 有什么样子的利益 断诸希望 所以这个希望比较属于 因为刚才所说的这个 把苦希望是 我们最三 众生对三界有希望 才会生苦 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 这个最主要是讲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第二 因为整个有五十句 这五十句里面的这个 那个前十项 最讲的是 就是菩萨 在场会做的这些菩萨 提出了 这十个初十句的疑问 这是非常非常明显 那第二 第二 第二 是 我们这只展 第二个 第二个十句 就是 这个十句最讲的是 就是我们这些 就是我们所说的十方佛国的佛陀会为他们自己的菩萨说法 说什么法 这所说法最讲的是成就他们这些菩萨的行愿 那行愿是什么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有这个九项 是 如十方一切世界 诸佛师尊 会成就一切菩萨顾 这是菩萨 一切菩萨的什么 就是行愿 菩萨行 那菩萨行是什么 其实菩萨要修学菩萨的悲 还有菩萨的治 那菩萨的悲治怎么修 所以如何据此悲治 要怎么做 何所为要怎么做 这个就是令佛种不断 所以这边不是来讲 据此悲治何所为 所以为什么这死菩萨是非常有联手关系 那我们讲到这个 因为要具备这个悲治 这个悲治让我们 让我们自己的佛种不断 也能够让我们对众生的佛种不断 那你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佛种不断 那有什么向盲 这个是 因为佛种是一个 它是一种 我们是佛种来讲就是 有些是讲真卢 有些是讲这个无肉的种子 现形 这都是看不到 看不到你要拿一个具体的标志 自己的具体的一些项目来说明 所以你救护众生 你就会有慢慢的悲得会起来 你能够断掉烦恼 你的断得慢慢显现 你的断烦恼就很有成就感 了知诸行 所以你能够了知自己的修学 你能够了知众生的心情 和众生的烦恼 这个是了知诸行 这是你的智慧越来越有成就 那有关的智慧的部分来讲就是 第一个你对修学的所有的烦恼 你会慢慢的断掉涌断于往 因为你自己要修什么 慢慢都非常有明显的具体的方案 你不可能说你连出帝 你要修什么都不知道 二帝要修什么 你都不知道你要修二帝 不大可能 所以对你现在要修学 到底你今天要看什么经典 这个慢慢你都会越来越掌握 你智慧 你成就智慧 到底有什么样的利益功效 第一个你断诸希望 所以这个希望最小的是断我们的六欲 世间的这些色色相味触法 这个希望 因为我们世间就是对这些有希望 种种这个谁的期待 六欲的吃喝玩乐的 这些快乐的希望 种种的期待 因为这是苦的来源 所以为什么讲这个灭苦 拔苦希望 那正面爱触 这个是讲到祸处合一 你如果你的烦恼祸 如果被你解除了之后 你选出什么样的功效 这个是你对你原来喜欢的一些执着 贪着慢慢的去掉 因为这些贪着让你生很大的烦恼 所以什么叫做一切爱卓 诸爱卓 所以讲一切爱卓 最小的是卓有卓空 卓有这个最小的是三界 卓空最小的是沾着在这个 有跟空 因为我们佛法空比较属于这个 有些讲空是讲真如的空 如果是足足在真如的空 就会比较容易走向这个声纹的 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 那个究竟声纹的这个 无意涅槃的这个谁的声纹 这个种性 因为它比较属于左控 那左行左果 这行最小的是因 因为我们有修学这行 自己有布施 自己有持戒 这个左行左果最小的是 比较属于慢 比较属于慢 因为你主要你有修学 你主要修学有成就 所以比较属于因 比如说你执着我布施 布施之后 你会有种种的功德 你执着你是好人好事的代表 你是好人 你是好的代表 所以是讲 有些讲 形式是因 果是属于 因为有布施 才会有成就种种的这些 民生生亡 如果不着诸法 不着诸法就是 寒色这些有空行过 因为法最讲的 是讲一切境界 你能够不沾着的话 你政治已经会起来 现行就是会现前 政治是 政治有时讲根本制跟后德制 都是属于政治 因为它是属于 正 不是邪就是 邪制就是 比如说邪制是我们众生的这些 这个小聪明 聪慧 另外的 跟菩萨对应的 因为身文的沾着在乌鱼涅槃 这也是属于血 所以这个正最讲的是 比较属于分别的 所谓正 所以它含色 根本制跟后德制 因为它都是属于正 正之现前 这个时候 这个悲咎众生 它的这个大悲 因为正最讲的是 我们见到的菩萨 作为正 圣者的意思 因为有些讲八正道 有些讲八圣道 所以讲见到位于上菩萨 他会 他会 他由这个正这个地区式的 这个所谓的 地区式的相应 无我 这个时候他会这个 正这个众生平等 所以这个时候会大悲 悲会起来 所以悲咎众生 然后所以就讲到大悲 这个时候他的 他这个字也起来了 悲也起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 他让自己的 这个乌肉种 慢慢显现出来 他让我 他本身的这个 这个是真如 本身越来越圆满 越来越清净 他越来越 他的所盖的 蓝乌狗越来越清净 所以这个是讲 这佛种不断 这是我们所说 菩萨修学的 非常重要的 整个掌握的中心 也是诸佛 受法的本怀 诸佛本意 真正佛受法的本怀 所以这段是 十方诸佛菩萨 都会为他 都会为他 菩萨 说这个实相内容 那另外的是讲 我们这个 我们抄里面 对这个实相 他最主要的是讲 从这个卑制双流来解释 最主要的菩萨行 就是寒色这两相 一定要卑起来 因为你如果 卑不起来的话 你很容易走向二圣 或是首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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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众生的 这个 我们众生的 这个 我们众生这个 谁的 我们众生有悲悯 这个怜悯性 我们众生的这个怜悯性 叫不具智慧 所以这个讲 为什么要 卑制双运作 流制讲到谁的 现前 让他 菩萨让 他的大悲心流露出来 然后他的智慧慢慢的增长 所以菩萨行一定要有 悲的训练跟智慧的训练 那里面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总聚 就是菩萨要聚悲制 那个聚此悲制最主要的是 为什么要聚悲这个悲制 要怎么做 所以整个后面 整个就是带出来 佛种不断 这边最小的讲 杯子怎么样子做 这个杯子怎么样子 同时运作 所以讲这个 皆是下巴掘 皆是事不断之相 那于中事 这个出三正是不断 是讲这个成就三得是不断相 所以成就三得是不断相 因为我们最主要的是 我们的菩萨 我们菩萨这个杯子运作之后 我们自己的佛种就不断 就是让我们的真独佛心慢慢的越来越明透 让我们的无肉种 我们的无肉种最主要是讲智种跟明色种 慢慢的运作起来 因为佛种最主要的成就佛的震报 佛的震报最主要的是佛的智慧跟 最主要是智慧跟 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真儒的清净法界 自信身跟我们的这个谁的 知受用身跟变化 还有这个谁的那个 佛的受用身跟变化身 还是讲他因为佛种比较 还是倾向于受用身 是讲那个 那个成就三德是不断向 云和旧佛就是佛成上义的佛 最假的是这个佛就是整个 整个下面的解释完全就能够 更能够说明这个谁的 成就三德的这项 这个内容 如赤三句 赤三句的部分来讲是 就是这个救父众生 救父众生就是远说诸法 永断烦恼就是这边所说的 这个尽处一切杂难过 这个谁的 这个成就自得最主要的是 就是拔除一切希望过 那第三项 自成合意下 显三德意 所以三德意是悲德的效用 还有自得的效用 还有断德的效用 所以自得以后或除下 以灭爱卓处 商臣恶意 商臣恶意 商臣恶意这个部分来讲就是 讲这个 这个谁的卑制 因为要成就这个卑制 所以若卓诸法是讲政治不深 若卓诸法比输诸法比输诸法比输有 我们众生就是沾着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境界 所以我们的这个无漏制没办法起来 若卓一空不能悲救 若卓一空的部分来讲是二圣 他卓于这个乌衣涅槃 所以他非常 他一直想要真正的正这个乌衣涅槃 所以这个时候一阵乌衣涅槃 这个所谓的八世的这个心形不再起来 所以讲非生灭智 所以这个讲他的悲就没办法陷起来 所以不能悲救 所以今空有无碍 故能灭祸 这个变祸是灭这个罪友的爱卓 还有对空的这个滞留 所以诚挚起悲 不断佛种 因为我们的佛种就是要这样起来 这样诊断就是佛的说法的本怀 那后面又有一支讲这个十相 这十句讲十方的一切世界 诸佛世尊为他的菩萨说这些 说一些菩萨 会成就一切菩萨故 这个十句其实有 其实有三 按照来讲是有三种解释 第一个的解释就是 第一个解释最小是这个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书超的十六月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出句是种 就是 第十十九 见十九的十六月的这个第二 就是讲第二段 就是我们 行数的话是第三行 第三行开始 就是 应该是讲第四行 初中初句种 为令诸菩萨行愿成就 故 这个是第一种解释 第二种是 又成菩萨行至悲至故 这是第二种解释 第三种解释就是 又是一切菩萨是所成就 就是第三种解释 就是第三种解释 第三种解释 就是讲 因为是讲到这个 他这个文最主要是这个 就是为成就一切菩萨故 好像 好像这个 这个 就是 是按照而讲 这个成就一切菩萨 是讲 最讲的是 我们 十方诸佛 是至尊为他们菩萨说法 就是要成就 他们这些菩萨 所以这些菩萨是 佛要成就的对象 所以讲一切菩萨是所成就 因为能成就是佛世尊 所成就 就是所要成就的对象就是 他们 他们每一个佛国 所 所所所所所ど的这些的 他们自己所所所所所的这些的菩萨 就是讲所成就 所以这是就 总 这个 还有 后九句是别句 别句就是 这是种句 别句就是个别来解释 是种具的意思 那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样子了解 所成就的这些菩萨 到底是什么 所以后面列出来 列举出来 所以这个成就什么 这个 第一个是讲成就佛种不断 那既然成就佛种不断 那怎么成就 所以迎合成就不断佛种 所以极致成就 第一个就是你佛种不断 就是你自己感受到 你的这个清净真如 你的这个真如 佛性慢慢的没有遮照 慢慢的清净 因为我们的这个真如 一直轮回 三界五十以来 一直被我们这些烦恼的时候障碍 所覆盖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 这个污名很深刻 所以这个讲到谁 为什么讲到佛种不断 所以他有种自修的 他比较像 他有象征自修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讲自成就 那救妇众生去讲成就 因为你救妇众生最主要的是 按照来讲立他 就是讲成就他 是他成就 缘和旧父 在我们花艺书超的第十九 卷十九的十八页 如果是我们的这个 传要的话是在这个 407的第一行 就又是一切 那第二行的话 一切菩萨是所成就 这部分 所以怎么救妇 离二障 所以永断烦恼 无烦恼障 这了之一切 是无所之障 所以他这个讲到那个 因为怎么讲 救妇一切众生 这个最主要的 接下来 就是怎么救妇一切众生 令诸众生永离一切烦恼 所以这句最主要的是 讲这个永离烦恼障 两知一切出行 就讲到这个 这个谁的 离开这个谁的 所之障 因为你所之障 才能够知一切 你离开所之障 因为所之障 最主要的是对一切境界的实 一切境界的实相 你都能够了知 你都能够了知 所以这个讲 了知一切诸行 这个最主要的是断所之障 所以他为什么只讲 离恶障 那下句最主要的是讲 以何方便能够断这个恶障 就是说法 说诸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 闻讯息这些的佛所说的教法 大声的教法 因为最主要是能够慢慢断出烦恼障 跟守之障 你断出烦恼障跟守之障之后 因为讲这个解脱道跟菩提道是双运作 你断一分烦恼障 你的菩提就显现一分 所以你要断二障 绝对要闻讯息 所以为什么讲 佛说的大声的教法 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一个 我们修学的一个路标 你没有这个路标 你没办法走 而且你修学之后 你要有一个凭证 你到底是 你今天你说你是见到位菩萨 见到位菩萨有见到位的一些特征 你有这些特征 你才能够说为见到位菩萨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说诸法 这慢慢的能够断恶障 所以菩萨 菩萨他为什么要到十方佛国去禅学 就是要听佛说法 请佛说法 那后面一句假的烦恶障 其向云合 烦恶障到底什么叫烦恶障 他的面貌是什么 他的特征是什么 第一个爱跟借 所以我们阿含经也特略爱跟借 众生比较 有一些是贪爱 贪爱众生 有些是贪 所以这两个就是把我们修学的这些众生 我们按照而讲三界的众生 把分类 一个比较属于贪爱 一个属于比较属于贱 是爱 贪爱与贱 因为我们烦恼障 最主要的是 把分类成这个 比较偏盛于贪一切境界的这些众生 有些是比较属于 因为贱是属于我们所说的 他比较属于 就是讲对世间一切的见解的部分 充满种种见解这些众生 所以为贪跟借 除诸懒测 绝爱烦恼 除诸杂懒 除诸杂懒就是 我们能够对于我们比较强意见 意见的这些境界 都是属于我们所说的杂懒 也就是讲到这些的 为什么说以杂懒 它是跟这个 比如说我们六一天 还有佛的境界来比 它都比较属于清净 因为杂懒的这个杂是 按照我讲的是 其实讲有一些是 就是我们的污浊的意思 我们好像看到 我们有些世界 我们遇见好像有些世界 风景很漂亮 我们风景哪边的 是非常非常好 可是按照跟这个佛国境界 净土境界来比较的话 它是属于一种 我们所说的一种 按照我讲的是 它是有点我们所说的 带有像污垢的意思 是杂懒 这个除诸杂懒 比较属于爱的不 决爱烦恼 因为我们如果看到 境界很漂亮的话 就会贪着 所以就讲到谁的 这个除诸杂懒 就讲三界的杂懒 就决爱烦恼 永淡以往 这讲是决见烦恼 因为宜这讲是从见而来的 因为见是属于推度分别 那所之上其向云壳 所以它这个最假的的是 就是讲净除一切杂然故 用断一切以往故 这是属于烦恼障 永拔一切希望故 灭坏一切爱卓处 是属于所之障 为什么它是所之障 对讲的是 一进不了有所希望 所以这讲为什么讲 一进不了有所希望 因为就是我们对境界 不知道它实相 所以对这个三界 充满的种种的 因为它不知道 它实相是空相 所以有所期待 有所希望 所以法治未旺 法治就是对境界 因为我们众生 就是对境界空相 实相不知 所以对他们 对境界有希望 所以最主要是来自于法治 对境界的知足 因为直是讲知足 是没办法忘舍 一切身着 所以为什么一切境界都会 这个身着 比较属于不知不觉 这个知足就起来 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 看到好吃的东西 你马上就觉得很好吃 这个就是我们的所知上 因为我们对境界的实相 没办法现全了解 所以这个是马上直接 直接产生 这个揽入我们所说的执着 精相无不了 所以为什么讲相无 就是讲空 一切境界空相 我们没办法了解 所以你不了 所以精相无不了 何所希望就是讲到谁的 如果你了解这些空相 你对他根本不可能有希望 所以达法性空 所以你能够了解 这些境界都是所谓空相 你怎么可能对他有所拦着 这是波勒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为我们 这也是金刚机所说的离世相 离一切相 你离开一切相 你才能够不身着 身着 所以这个讲离开一切境相 就是这边所说的打法性空 以这样子来讲 我们的政治才会起来 好 这个为什么 这段是蛮重要的 好 这一讲是烦恼上其相云合 是讲烦恼就是在分类上 就是爱跟贱 贪爱跟这个所谓的恶贱 这个恶贱还是 这个恶贱有时候讲那个 这个恶贱最假的讲 就是我们这边所说二恶贱 二恶贱这个恶贱还是偏重在我恶贱 因为我恶贱会带出边恶贱 因为我恶贱就是讲巨神的我恶贱 分别的我恶贱比较好处 这个讲的边恶贱最假的就是 因为有我恶贱 我恶贱就是对我们身体认为我 执着我这个射身就是我 或是离开射身有一个我 就是执着有一个我 这个然后你因为有执着这个我 所以你希望我们自己的寿命越来越长 就是讲这个常见 因为我希望我越活越好 越活寿命越来越长 就是讲常见 你生病的时候 你希望赶快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短见 所以讲为什么讲巨神的常见 跟巨神的短见 这非常比较难理 还有这个是讲五见的部分 二见有五个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我见 我见会带出边见 这个两个不知的话 讲这个什么的 我们所说的邪见 邪见 无因无果 邪见 因为这个是 那邪见另外就是讲那个谁的 见其见 还有借敬其见 这五见 所以为什么讲二障积极 这二障积极 二障积极最主要是讲那个 这个二障积极最主要是讲这二障积极最主要是讲的 很久 因為不斷佛種的部分來講就是 我們能夠菩薩 就是具備這不斷佛種 最假的是菩薩在修學的因裡面 慢慢增長這無露法 讓我們真主佛性慢慢的顯現出來 然後讓我們無露種顯現出來 然後慢慢能夠聚成佛位 佛位就是佛種整個顯現出來 那當然是不斷佛種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是菩薩成就 所以他是講到誰的 從壞滅愛卓處 所以你能夠斷掉煩惱障跟手智障之後 你就去找惡障進去 這個慢慢講 這個就是這樣完了之後 就直接就是講 菩薩就這樣子成就了 這樣菩薩這個成就就是 你的二字會現前 然後二字現前 這個時候你的菩提就起來了 你菩提起來的話 你這個誰的你會帶你這個涅槃 你講一個二障聚集的部分來講是 講這個誰的顯出涅槃 這個誰的 這個誰的 菩提的部分來講是二字現前 最主要的是這個顯得 顯身這個誰的菩提 一個是顯得涅槃 一個是顯得涅槃 一個是深得菩提 這樣子 菩薩的修學就全部成就 那他的這個書也有解釋 抄也有解釋 抄也是A 都是第一句都是種 其他都是下酒就是別 這個是從 也是從一問一答來顯現 這個十句的關聯性 所以已經為答的 已經為答就是從 這個 這個十句都是回答 受答 因為問都是我們的這個 書抄裡面所寫出來的 書裡面寫出來的 那個抄也有寫出來 因為如果沒有書抄 寫出來的話 我們這個菩薩的這個十句 我們根本沒辦法了解 它具有這個誰的 整個次第的脈絡 所以為什麼要看書 看抄 我們才知道說這個十句 真的是有它很重要的 一個顯身的關係 這也是講 我們這個 菩薩的問題 絕對不是亂問 都是很有智慧的這個提問 所以講那後面最假的 這個 這個菩薩成就 最假的是 就是佛是能成就 佛要成就什麼 就是 就是製造 一切修學者都能夠成就菩薩 每一個都是菩薩的意思 所以就講那個雙民惡力 這個惡力最假的是 講這個誰的 這邊最假的比較講的是 就是自成就跟他成就 他成就 有一個舊父是獎勵他 精有六句 精有六句 就是從這個 這個雙民來俗 由河成就不但佛種 這成就成就於他 第一句 第二句就讲的是 云河救父是第二句 第三句 我看一下 这个 我再给他那个好了 因为这个云河救父是谁立他 他比较单解释这个 这个云河单解释立他 所以云河救父 这个是为离二障 用离烦恼乌烦恼障 了解一些无所之障 最主要的这个是第一句 第二句是以和方便 第三句是持烦恼障 第四句 因为他有 他这个云河救父有 一二三四 所以为什么讲 失文分四 是有这个四项 就是我们诗篇所说的一和 他本身就是一项 然后讲以和方便第二项 第三项是持烦恼障 第四项就是二障聚取这部分 那均有六句 最主要的是 均有六句就是讲到 以和旧父的部分 就是这边讲旧父一切众生 我们令主众生永远 永离一切烦恼顾 还有这个了知一切诸行固 还有眼说一切诸法固 禁除一切诸行固 永断一切 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 成就一切菩萨固 就是他种句 令如来种姓不断固 这个最主要的是 这边所说的第一句 然后第二句是 救父一切众生固 还有令主众生永离一切 因为他我们从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 应该是到那个 因为他讲经有六句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 初二 初二就是讲那个离二障 因为讲离二障 永断烦恼是指一第一句 所以正离二障 一何方便最想要是 处理障因 到底用什么方式来 处理二障 最想要是说诸法 第三个是烦恼障 取向于何最想要的是 出二障之相 因为二障 最想要的是烦恼障是爱跟戒 手之障就是最想要的是 一进的实相不了解 也是法治的意思 所以出二障之相 那第四个是二障积极 就是这边所说的第四个 第四句二障积极 就是讲从后到收 从后到收就是 从二障 整个断了之后 极就是整个断了之后 慢慢的讲这个二字就陷进来 二字就是我们是讲到那个 有时是讲根本之跟后得之 因为根本之所证的是涅槃 那个后得之所证的是菩提 所以从后到收 却归总句 二障既既既通厚其句 其二障除能成二字 所以我们除烦恼障是根本之限 除守之障是厚得之限 即使二字 这个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除烦恼障根本之限 除守之障厚得之限 这都是我们 这个成为士论这边的说法 所以是讲那个烦恼障断 所以这也是不断佛种 这利他最重要的是菩萨说法 众生能够闻法之后 慢慢他的真如熏悉之后 慢慢的挣扎 所以他也是佛种不断 所以这个我们先说到这边 那后面再来再做一个解释 那今天报告在这边 谢谢各位 菩萨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